今天的問題就是我們 邀請副教練過來 也由我們 技術部門的人 跟賽務部門的人 一起來參與 然後把我們的 執法認定的標準 再一次的跟總教練說明 同時也提取總教練的意見 這一些意見我們在會議中 也達成了諷釋 並不是現在立刻改 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 我們列入參考 再經過剛剛的溝通以後 再進行過 這一些的意見 我們年底的時候 還會再討論 除了內部的討論 也會採取國外的一些看法 然後如果有所修訂 會在明年的總教練會議 這時候再來提到 然後取得一個共識 以後再執行 首先跟大家報告 這是今天會議舉行的目的 跟過程 今天會議當中 總教練有 出來這一面的看法 其實我們並不是非常清楚落差在哪裡 因為總教練詢問的內容 可能是有部分裁判員可能在私底下 尋問的時候的一種回答 但並不是我們正式的一個回覆 所以我們今天會是有一個很明確說明說 我們認知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總教練會議當中有提出 但 是很清楚說 那一位裁判可能他們詢問他 也沒有回報到我們這一間 真正的 剛在會議裡面包括 審判委員 裁判長 也不是很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把它說明說 我們認定的標準 因為2014年開始進行這個東西 那聯盟在2014到目前這段時間 對於這個 我們出發言人的 春訓 像是日直到春訓 會進入協助 那聯盟在這段時間的配合 或者是否執行 那類的問題 其實從2014年開始 這個 衝撞的部分 其實認定是 一開始是非常嚴格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 其實這些年來 這個規定都沒有文字上 沒有做過調整 基本上認定的部分 有 略微的差異 稍微 真正說起來 應該是說 以前 比較寬鬆一點 因為我們在會議中也有討論 大家 我們家人也有讀出以前 稍微有一些動作 可能都是那個 那 目前是有 比較那個 感覺上 真的比較寬鬆 但 實務執行上 這個標準 是從來沒有改變過的